光严而三世 成年人的睡前小故事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阿月 大家认为什么样的爱情富有张力呢 是性格截然相反 却能相处融洽的欢喜冤家 还是职业上剑拔弩张 日常去彼此包容的爱人对手呢 今天我们故事中的一对爱侣 便同时包罗这两项特点 下面就跟着阿月一起 来看看这部吸引法则吧 年轻的奥黛丽是名优秀律师 专替人承接离婚诉讼 优秀业务能力加持下 他几乎未尝败继 只是职业经历 令他自心底无法信任婚姻 甚至对亲密关系都有些避之不及 这天他和自己美丽端庄的母亲 来到一栋正在出售的华丽别墅中 洋庄有意购买 实则寻找证据 拆穿对手的谎言 掌握一些关键信息后 奥黛丽几乎胜券在握 主母亲对恋爱的催促 使得多少感到厌烦外 一切都尽在掌握 然而开庭前 对手突然临时更换律师 新来的丹尼尔举止轻调 言语风趣 不但对奥黛丽亲切随和 毫无敌意 甚至和他的委托人也没来言去 完全不匹配职业应有的严肃印象 审理正式开始 当奥黛丽将新掌握的证据 作为致命武器抛出时 丹尼尔突然甩出 将其变为废纸的一张协议 原来他巧舌如簧 从澳大利愚蠢的委托人手中 骗来自己所需的各种文件 以此将局势逆转 双方的对拼陷入僵局 案件也因此被迫严寡审理 奥黛丽不敢再轻视对手 这时电视上突然播放 丹尼尔的采访画面 男人一边轻松愉悦地 表露自己对胜利的信心 一边对奥黛丽道出善意的挑衅 这勾起了极强的胜负欲 决定登门拜访 在闲谈中套出线索 然而丹尼尔家中空无一人 正当地想寻找些政务时 主人返家的动静突如其来 吓得他手忙脚乱 落魂而逃 却不知自己狼狈的身影 早已被心觉好笑的丹尼尔 看在眼里 不久后 奥黛丽被评为优秀律师 出席颁奖典礼 这是在同丹尼尔的较量中 落得下风之后 最让他感到高兴的事 然而好景不长 他还未在席上享受过多喜悦 便发现原家路战 最后一位尚未揭晓的获奖者 正是姗姗来迟的丹尼尔 介绍此表示 这是位优秀 且不按常理出牌的律师 迎娶胜利的手段 和他的性格密不可分 而在台下 他则嬉皮笑脸地告诉奥黛丽 正是由于自己推荐 他才被邀请之字 奥黛丽还未来得及惊讶 便被推到台上致辞演讲 他一向对离婚秉承支持态度 借此机会将自己的观点大肆宣扬 丹尼尔却持反对意见 认为婚姻需要拯救 亲密关系著称不易 离婚这一放弃之举 不该被赞赏 促成他的律师更是有罪之人 还掏出一枚迷你照相机 将奥黛丽从自己家中逃窜的画面 展示给众人 只是画面中的他均未露脸 也算留了一丝面子 原来自己的小把戏早被看穿 奥黛丽为此烦躁得一夜未眠 他从未在台上台下接连长此败迹 对手还是这样一位 从容不迫到惹人厌烦的男人 他迫不及待想要扳回一城 决定假接道件之名 再度接近对方 但在母亲眼中 比起争强好胜 女儿更像是对这个对手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丹尼尔面对突然造访的奥黛丽 果然有些不知所措 毕竟自己才在典礼上捉弄对方 此刻便和颜悦色灯门而来 必定没安什么好心 只是性格使然 他礼貌接待了这位不速之客 作为献礼的领带 也欣然笑纳 两人在一家抑郁风情的餐厅中 共进晚餐 原本想商医的和解事宜 和澳大利谋划好的轨迹 在杯杯美酒冲刷下 化为云烟 推杯换展之际 两人眼神中碰撞出火花 尽管并不认同 彼此有关婚姻的理念 但多次拟来我往的交锋中 暧昧的情愫 还是暗中萌发 只是澳大利对亲密关系 仍显抗拒 坚持认为 这只是普通聚会 面对丹尼尔的多次试探 都以巧妙的言论 一带而过 然而离开时 天色骤变 漂泊大雨清廉 将两人挤至路边 久经拉近他们之间的距离 也诱人将选择的天平 从理智一向冲动 在出租车到来的那一刻 两位旗鼓相当的对手 旁若无人地拥吻在一起 共度一个美好凉夜 第二天早上 自丹尼尔家中醒来到澳大利 这才发现开庭时间 已迫在眉睫 正手忙脚乱地穿衣服时 却发现对手已打扮得万分得体 朝他头去不知是挑衅 还是俏皮的微笑 法庭上 丹尼尔更是重拳出击 用不知从哪里搞到的证据 和昨晚澳大利酒后过击的言论 当作辩驳的武器 成功拿下官司 令澳大利愤怒不已 尽管对方在宣判之后前来道歉 他仍是下定决心 势必在未来的官司中 一雪前置 时光荏荏 各个家庭中鸡毛蒜皮的角式不断上演 有人选择忍耐包容 更多人选择离婚诉讼 在这样的无数次交锋中 澳大利和丹尼尔各有胜负 尽管或为对手 却萌生出许多羁绊 关系愈发精密 彼此在获胜后的采访中 都不忘提对方一嘴 比起嘲讽 更像在公然调情 平静却不平淡的日子 就这样一直进行 某天 澳大利在母亲央求下 陪同她观看摇滚明星贾米森的演出 嘈杂的噪音和门市空气 比她提前离场 却在不远处意外遇到贾米森的妻子 瑟莉娜 女人显得愤怒又悲伤 一边疯狂灌酒 一边怒斥丈夫不忠 不久后 必将同期离婚 澳大利温和地劝诫女人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她竟潜移默化 受到丹尼尔的影响 不再将离婚作为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 但她还是递给瑟莉娜一张名片 不利对方 有任何困难都可以向自己寻求帮助 只是和丈夫一样 瑟莉娜也是一个十分摇滚的女性 认为澳大利过于正派 废话又讲得太多 而自己只想走旁门左道 让丈夫吃到苦头 左思右想之后 她最终聘用 对前因一无所知的丹尼尔作为律师 而对澳大利来说 眼下被抢走委托人的薪酬 和过往纠纷带来的旧恨 交织在一起 再度引燃了她的怒火 无辜的丹尼尔不愿争辩 只是善意提醒 如果澳大利不那么偏执 两人一定会相处得更加愉快 但这言论笔石落到澳大利头上 无异于火上交游 她决心分出个胜负 堵在刚走下舞台的贾米森面前 告知对方瑟莉娜将提起的诉讼 和她即将面临的窘境 并掏出名片 自高奋勇担任律师 面对这个个性鲜明 年轻漂亮 又主动送上门的优秀援助 贾米森自然没有理由拒绝 剑拔弩张的两名律师 在各自的办公室中 高速收集着这对冒合审理的夫妻 针对彼此的证词 贾米森厌烦居属 个人作风极不检点 瑟莉娜则性格温芳 控制于过强 热恋其实 缺点上能容忍 然而随着时间流逝 矛盾愈发不可调解 两人吵得不可开交 连奥黛丽和丹尼尔都难以忍受 他俩还是头一次见 这样难缠 又有个性的委托人 这时 森丽娜私下表示 对财产化分毫无兴趣 只想得到位于爱尔兰的一套房产 那是一栋华美壮观的摇滚城堡 住在其中 就如置身童话场景一般 里面有二人共同构架的奇幻世界 还有无数忠实 欣喜的庸人 为他们服务 跟这座完美乐园相比 世间一切都显得无足轻重 然而 森丽娜想得到的 与她性格相似的丈夫 难道会轻易放弃吗 贾米森对奥黛丽提出同样的要求 只求成绑 不图钱财 两位律师都以为 事情很快便能协商解决 却在见面后发现 情况不比争夺财产乐观 看来 一场难缠的官司 在所难免 为抢先掌控局面 两人立刻登上前往爱尔兰的飞机 赶赴远交城堡 然而刚落地的奥黛丽 面对人烟寥寥的村落 和完全陌生的环境 有些不值所作 她第一次来到爱尔兰 还要同人名争暗斗 心情不免变得压抑 租车过程也并不顺利 她不得不顾身一人 拉着硕大的行李箱 艰难赶路 这时 一辆小货车突然停下 奥黛丽如看到旧型般燃起希望 只是车中迎接她的 竟是丹尼尔那张 惹人厌烦的明媚笑脸 不知是为对手陷入窘境 还是两人再度重逢 她显得无比开心 一如既往的 她帮奥黛丽一把手 两人虽是敌对关系 却也有着微妙而坚实的友情 或许也不只是友情 路过一处秀美壮丽的山野时 两人下车驻足观看 毕竟城市中高楼林地 鲜少能见到这般景色 微风拂过脸颊 空气惊人心疲 正当那么凄丁神仙地 享受着来之不易的轻松时光时 唯一的车突然从身口滑落 直坠山谷 失去交通工具的两人 只好狼狈地徒步走在山林中 不知过了多久 到深夜时分 丹尼尔透过茫茫大雾 发现了一栋陈旧的活动房 虽然不满灰尘 脏乱不已 却能为疲惫不堪的两人 提供休息之处 在丹尼尔大方的邀请下 澳大利和他躺到一起 尽管嘴上表示 这不过是对方想抢占先机的轨迹 却在心中暗自轻松下来 丹尼尔犹豫良久 这时终于鼓起勇气 问出心中埋藏已久的疑惑 为何澳大利如此优秀 如此美丽 却又如此缺乏安全感呢 显然 他正是出于潜在的不自信 才在人际关系中 表现出这般强势 以达到某种平和 从卸下来到澳大利 彼时也无一隐瞒 自述母亲一直光彩照人 美艳无比 和自己却只是瘦弱 又缺乏魅力的小女孩 常年的对比令他心态失恶 不再期待任何亲密关系 看着渐渐沉默 又渐渐睡去的对手 丹尼尔细心地为澳大利盖上被子 眼下他内心百感交集 长久以来酝酿出的情意 正流淌在他的梦中 四日清晨 两人起了个大早 一出房门便发现 踏破铁鞋无秘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终日寻找的城堡 此刻竟近在咫尺 一时间亲密的朋友 再度变成敌人 两人都想在调查中夺得先机 朝那梦幻的建筑 争先恐后地奔去 慕黄多让地面对管家 坐着自我介绍 默契又剑拔弩张的样子 跟对面之人忍俊不禁 针对知情人士的问询 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上至管理人员 下到仆人园丁 都被这对律师对手盘了个遍 然而更深层的情报还未挖出 家庭成员们便突然消失 在管家的解释下 两人才得知 当地最大的庆典 将在今晚举行 他为纪念一对 遭到迫害 从远方逃来 却最终在此处 修成正果的情侣 这引起了奥黛丽的兴趣 盛装打扮后 准备狂欢一番的他 惊喜地发现 丹尼尔也正有此意 这两个专打离婚官司的优秀律师 过去一定从未想到过 自己会和对方 共同欢庆 一场古老的婚礼 庆典之上 街头高悬无数缤纷的霓虹灯 男女老少接欢举一堂 再歌再舞 两人健壮也加入其中 随着气氛愈发热烈 丹尼尔一时兴起 还参加了饮酒比赛 在奥黛丽热情的加油声中 夺得投名 两人攻头交错 兴奋异常 在狂欢节中 展现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 松弛却真实的一面 不久后 仪式进行到最后一项 一对美丽年轻的情侣 在众人的客载中交换戒指 结为夫妻 纷飞的花瓣落满他们肩头 也在一旁观赏的 奥黛丽和丹尼尔心中 当起一阵涟漪 逾越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 美妙的夜晚转瞬即逝 睡梦中 奥黛丽仿佛看到 自己在牧师的祝福下 和丹尼尔交换戒指 取下诺言成为一对合法夫妻 彼此唯一的挚爱 不自觉的喜悦神情 透露出她柔软内心中 最直接的想法 显然 她深爱着丹尼尔 并渴望与对方走如婚姻殿堂 只是 这画面过于真实 醒来的奥黛丽惊恐地发现 自己的手上 竟佩戴着和梦中相同的戒指 难道 这并非一场幻梦 她掀起身边的被子 只见丹尼尔赫然躺在其中 同样的戒指也出现在她的手上 原来 结婚却有其事 只是奥黛丽的大脑被酒精麻痹 一时才没能想起 她惊慌失措地奔向屋外 企图找见证人解释这一切 但床上的丹尼尔却显得泰然自若 无论如何 这结局是她乐于看到的 回国的飞机上 这对结婚不到一天的新人 已经开始商议离婚 丹尼尔却奥黛丽不要压意情感 正确面对自己的需求和愿望 毕竟在梦中 她如此开心幸福 为何一到现实 便着急地想要摆脱这一切呢 为何不遵循自己本心 继续将婚姻进行下去呢 但奥黛丽十分顽固 仍是不愿改变自己 长此以往的思考方式 声称职业前景 远比个人感受重要 如果和对手结为夫妻 自己将成为行业笑柄 只是家中的母亲并不这样认为 她为女儿的幸福操嘴了心 竟将两人的结婚消息 扩人看灯在报纸头条 一时间在纽约成为特大新闻 这下为避免名誉受到影响 两人不得不假戏斟作 丹尼尔搬到奥黛丽家中 正式开启了同居生活 琐碎的日常生活 倒也称得上温馨 本该貌合神离的两人 相处之间竟然真的 渐渐如夫妻一般可怕 澳大利相处之下 发现亲密关系 并不如自己想象的那么可怕 丹尼尔还购买一对结婚戒指 为感情增添色彩 法庭上依然尖锐的两人 生活中却彼此照顾 也称得上是对欢喜冤假 只是这天 丹尼尔出门倒垃圾 一个揉作一团的纸团 引起她的注意 展开后 上面竟赫然写着 能使贾米森落败的致命证词 显然 妻子意图将其销毁 避免被自己抓到把柄 但丹尼尔暗自记下纸上内容 澳大利却对此浑然不知 次日 贾米森和瑟丽娜间的 最终庭神展开 与庭下彼此仇视的 这对夫妻相似 台上的丹尼尔和澳大利 同样剑拔弩张 彼此间将正言作为武器 竭力为委托人 争夺更多的利益 然而正当澳大利位于上逢时 丹尼尔突然将那件 本该随着垃圾 一并丢弃的证词 宣执于口 令妻子大吃一惊 这背叛行为 在她眼中堪称可耻 贾米森也为此愤怒不已 误以为自己的律师 故意泄露证据 心灰意冷的澳大利 当即决定和丹尼尔离婚 她那逐渐打开的心扉 也因这无情的背叛 再度和上 可丹尼尔坚决抗议 窃取机密并非她的本意 只是无意说漏了嘴 律师一直也不过是个职业 澳大利无需将此当成信仰 面对濒临破裂的关系 和婚姻间的裂缝时 人们不该最先想到离婚 虽然放弃很容易 但奋力争取和挽回 才是最重要的 她维持这段婚姻 并非为自己的誓言 仅仅因为她深爱着澳大利 她同意离婚 因为她的爱是无私的 丹尼尔愿意为此牺牲 自己微不足道的个人感受 只要能令澳大利心满意足 两人不欢而散 都没能在这场闹剧中获得快乐 终日郁郁寡欢 饱受失恋的折磨 这时澳大利突然接到通知 自己的委托人贾米森意外失踪 为保证日后开庭顺利 作为律师的自己 必须尽快将其带回 她没有犹豫 立刻赶赴埃尔兰 这是这位摇滚明星 唯一可能的去处 然而踏入城堡后看到的第一幕 便令她大叠眼镜 贾米森竞争和瑟丽娜 亲密地拥抱在一起 完全不像之前 视彼此为仇敌的模样 看来出逃的 不止自己的委托人 原来 经过分离后长久的思考 这对随性自在的夫妻 还是觉得离不开彼此 不约而同地回到 承载着美好回忆的城堡 重归于好 感情铸就不易 他们不愿轻易放弃 这时丹尼尔和那晚的牧师 也姗姗来指 原来牧师并不是她的本质 而狂欢节当夜的仪式 不过是个玩笑 大场婚礼并未有法律效益 丹尼尔心中五味杂枕 自嘲笑脚口 便落寞离去 看着眼前破镜重圆的夫妻 想到自己的经历 和丹尼尔过去的忠告 澳大利决定将爱人追回 他已充分理解了对方的话 轻易放弃 苦心经营 付出过真心的婚姻 并非理智之举 此刻回头 或许还不算晚 在加密森夫妇的帮助下 澳大利一路急迟 来到机场 飞速赶回美国 在丹尼尔楼下的超市中 与这个次次交锋 却有次次错过的爱人相遇 彼此深情凝望着对方 一直不愿敞开心扉 直面自己需求的澳大利 此刻终于懂得 自己真正应该追求的是什么 而自初见来 便一直对他抱有爱意 不断依靠真心 融化兼兵的丹尼尔 也获得了自己 梦寐以求的爱情 最终在法官的见证下 这两位专职离婚官司的律师 在法庭上结为连礼 返家的出租车上 两人愉快地端起婚情蛋糕 喜悦而幸福的神情 正如多年前 爱尔兰娜队 得到所有人祝福的恋人一般 本片完 影片《西音法则》上映于2004年 讲述了互为对手的离婚律师 奥黛丽和丹尼尔 经过交锋与陪伴 作者语物结构 最终修成正果的故事 影片的感情线十分精妙 将奥黛丽对婚姻和亲密关系的看法变化 刻画得十分细腻 丹尼尔大方幽默的性格 也为剧情增添许多色彩 但剧本也有一些不足之处 没能清晰地表明 男女主爱上彼此的原因 感情进展顺利 开启的却有些令人不解 但总的来说 瑕不掩瑜 还是一部值得一看的爱情喜剧 有关婚姻的探讨也引人深思 关系出现裂缝时 是放弃还是修补呢 恐怕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 从结果来看 破镜重圆似乎是最好的结局 但也有人认为 裂缝一旦存在 再怎么破镜也不可能重圆 不知道大家怎么认为呢 欢迎在评论区告诉阿悠哦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晚安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